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道料理是黑美人菇煮笋鸡肉炊饭 名字很长 但是食材跟料理方式一点都不难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试试看 这边用的是圣伟大哥的乌壳绿 乌壳绿一般来讲它是笋味比较重 然后一般拿来煮汤 不过我觉得把它拿来放在炊饭里面也非常的适合 我用的材料鸡胸肉我会先用盐渠腌过 这是我的习惯 然后洋葱 红萝卜 还有蒜头跟黑美人菇 圣伟大哥的乌壳绿基本上蛮冷的 所以它拿来当凉笋都没有问题 这边看到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黑美人菇 它可以拿来煮汤或者做炊饭 我觉得相当的适合 因为它这个菇是属于很饱满充满水分的这种 首先来看到我都会先用橄榄油跟蒜头 然后稍微炒一下之后我就会倒入洋葱 然后还有鸡胸肉 对比较需要花时间的先过炒 我在做炊饭会把所有的材料都先炒过一次 然后连米也一样下去炒 把那个香气融合在米粒里面 我才会开始煮 你用电锅可以 用铸铁锅可以 或者是用土锅都可以都没问题的 同样的做法就是先把你的食材 你的料都先炒香 然后跟米混合之后 你再去按下你的开关去煮饭 这边看到我都把食材依序的放下去 然后我用了这个是我磨黑胡椒 然后还有一点海盐 我还有加一点马告 记得马告要压碎 因为我还蛮喜欢马告的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生抽 有看我的影片的大家都知道 我非常喜欢用生抽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罐生抽 我比较少用酱油 因为生抽它的味道 真的跟一般的酱油是不一样的 生抽是黑豆发酵 然后没有过足就装品的 所以它是生的酱油 所以料理的时候有加热 它的香气就会很明显 这边我再把浸泡好的米倒下来 把它拌炒 这个过程是要让我们的米粒去吸收 我们刚才所混合均匀的食材的香气 就会在米粒里面 如果你少了这个拌匀的动作 可能你煮起来的时候料是料 饭是饭 就比较少那个吹饭的感觉 这也是一个煮吹饭的秘诀 这次我用的是铸铁锅 铸铁锅我是时间抓20分钟 然后焖10分钟 然后开盖出来 就真的还不错 吹饭不会很干硬 相反的它有一点点软软的 然后又不是煮的很烂 所以煮吹饭你可以用电锅来煮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这一集也一样要跟大家讲 我们的笋子都是来自于 加意大林友善猪罗素蛙的笋 将来我们会推出友善猪罗素蛙 标章的煮笋 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